消失的魔音 各位好,我是红维 是玩出梦想的一名产品经理 欢迎来到第三期 也就是玩出梦想系列的第三期 这一期我们聊聊VR中的渲染分辨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Buffer 对于传统的2D显示器来说 渲染分辨率只需要和显示器的屏幕分辨率保持一致就行 例如显示器的屏幕分辨率是1920x1080 那么渲染分辨率只需同样设置成点对点的1920x1080 就可以达到性能与显示的最佳效果 而对于VR显示来说 情况会更加复杂一点 王梦的设置显示里有一个渲染分辨率的选项 在这里我们可以单独调节每一个应用的渲染分辨率 除此之外 在PCVR串流转件中 也可以对渲染分辨率进行设置 这一期我们就从这些设置展开 聊聊如何确定VR应用的最佳渲染分辨率 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比较深入地讨论其原理 可能会有点无聊 如果你只是想要知道如何获取最佳设置 可以直接跳到视频最后的总结 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技术细节 那我们出发 VR和传统显示器不同的是 屏幕的图像要经过光机透镜的放大 以王梦为例 光机由Micro OLED屏幕加Pancake光学透镜共同组成 透镜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放大镜 将屏幕放大为一个虚拟的距屏 而透镜在放大屏幕的时候 会对屏幕的画面引入一个整形积变 为了抵消掉这个整形积变 软件会对画面预先做一个反向的统形积变 这一步称为积变校正 这样我们在透过透镜观看屏幕的时候 看到的画面就是没有积变的 我们在第一期里有提到过VR应用渲染的流程 积变校正的操作就发生在从渲染图像到上屏图像的转换过程中 软件先渲染一个没有积变的渲染图像到iBuffer里 然后添加一个统形积变成为上屏图像 再传递给屏幕进行上屏显示 在这个过程中 图像的PPT清晰度会发生改变 中央区域的像素会被放大 而边缘区域的像素会被压缩 如果只是简单保持渲染图像和上屏图像的分辨率相同 那么中央区域的像素密度就下降了 因此我们通常会渲染一个分辨率更大的iBuffer 用来抵消掉积变校正后的清晰度下降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渲染多大倍率的iBuffer 才能保证在积变校正之后的清晰度不会下降 这取决于VR镜头的光学设计 不同的光学镜头会有不同的倍率值 实际上VR里的积变校正就是一个从直线投影到予演投影的转换过程 积变校正为无积变的直线投影渲染画面添加一个统型积变 变成一个予演投影的上屏画面 不同的VR镜头的积变量是不同的 这取决于透镜的光学设计 而要渲染多少倍率才能保证清晰度不下降 这取决于予演系数K值和渲染画面的FOV 我们在双目VR摄影系列的VR期里聊予演镜头的时候 曾提到过可以使用予演系数去拟合不同的予演投影函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那一期 对于王梦的上屏画面 其予演系数大概可以被拟合为K等于-0.9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FOV来计算最佳渲染倍率是多少 我们将这两种投影曲线画出来得到以下图表 如何看这个图呢 横坐标为距离圆心半径的FOV 单位为弧度 纵坐标为距离圆心半径的皈依化像素量 黑色曲线表示没有积变的渲染画面 红色曲线表示做了积变校正的上屏画面 王梦单眼的水平FOV为95度 对应3840的像素 取半式长角换送为弧度质约为0.8弧度 即渲染95度的FOV的画面 那么直线投影的皈依化像素量约为1.08 而鱼眼投影的皈依化像素量约为0.75 1.08除以0.75等于1.44倍 即从直线投影转换到鱼眼系数K等于-0.9的鱼眼投影 其像素的压缩倍率约为1.44倍 因此如果你最终想要渲染一张FOV为95度的3840x352 鱼眼投影的上屏图像 并且保证清晰度不下降 那么直线投影的原始图像画面的分辨率应该乘于1.44 即渲染图像的分辨率为5530x5115 这样积变校正之后的上屏图像 才能为保整个屏幕的清晰度 注意这个1.44倍只是王梦的积变校正数据 其他的设备因为光机不同 鱼眼系数和FOV均不同 所以倍率也会不同 并不能直接套用 在王梦的设置显示里有一个渲染分辨率的选项 在这里我们可以单独调节VR应用的渲染倍率 刚才我们已经得到了王梦的最佳渲染倍率为1.44 但并不是将所有设置都拉到1.44倍就行 因为应用还有一些其他渲染机制 会影响到实际的渲染分辨率 在第一期里我们有讲过 王梦有三种不同的上屏分辨率 这里我们先看两种完整渲染的上屏分辨率 在3K完整渲染时 上屏分辨率为2880x2664 将其乘以1.44 得到此时最佳渲染分辨率为4148x3837 超出这个分辨率之后 再提升渲染分辨率就没有多大收益了 在4K完整渲染时 上屏分辨率为3840x3552 将其乘以1.44 此时最佳渲染分辨率为5530x5115 超出这个分辨率同样也没有多大收益了 这里我们可以到王梦的开发者网站 下载MetricTool实时清控工具 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了 安装APK后将EBW和EBH打开 这样就可以看到当前应用的渲染分辨率是多少 其中EBW就是iBuffer Width 即渲染分辨率的宽 EBH就是iBuffer High 即渲染分辨率的高 一般我还会把FPS打开 观察修改后帧率的变动 当然这个工具目前有点简陋 后续我们会打算将这个工具 集成在系统的开发者选项里 方便大家使用 在打开监控工具之后 调整渲染分辨率倍率 重启应用 我们就可以看到应用渲染的iBuffer的改变 那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比较迷茫 修改倍率之后的iBuffer确实变了 但是摸不清不同应用之间的规律是什么 这里我们介绍一下 VR应用确定渲染分辨率的具体机制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系统会提供一个推荐的iBuffer系统基础值 给应用一个基础参考 王梦在应用的完整渲染模式下的系统基础值 为2880×2664 而应用本身会有一个应用渲染倍率A 用户则可以在我们的设置 显示渲染分辨率中 自定义一个用户渲染倍率B 因此应用在运行的时候 实际的渲染分辨率为 系统基础值×A×B 我们以DOVR为例 在不设置渲染分辨率倍率时 即用户渲染倍率B等于1 进入应用后 可以看到它的渲染分辨率为4320×4000 4320除以2880等于1.5 也就是DOVR的应用渲染倍率A为1.5倍 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但对于视频应用来说 这是合理的 不得不说DOVR的优化非常好 在这么高的渲染分辨率下 使用起来仍然是非常流畅的 而此时它的渲染分辨率 已经大于3K完整渲染下的 4148×3837最大值 因此在3K完整渲染下 再提升DOVR的用户渲染倍率B 是没有收益的了 但如果我们切换到4K完整渲染 上屏分辨率为3840×3552 那么最佳渲染分辨率为 5530×5115 此时DOVR的4320×4000的渲染分辨率 就不足以为保这块屏幕了 因此我们可以将用户渲染倍率B 调成为1.3倍 这样渲染分辨率就是 5616×5200 大于4K完整渲染下的 最佳渲染分辨率 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个 可以跑满4K完整渲染的 清晰度的DOVR 这也是王梦这块Micro OLED屏幕 能达到的清晰度上限 不过这里只是做个演示 在5616×5200的分辨率下 整个界面卡得不行 帧率也掉得非常低 并不实用 事实上大部分时候 我们都不会把渲染分辨率 调得比较高 很多应用保持原生的设置就行 在3K完整渲染模式下 最佳渲染分辨率为 4148×3837 在4K完整渲染模式下 最佳渲染分辨率为 5530×5115 超过这两个分辨率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多大收益了 对于PCVR串流的 渲染分辨率来说也是如此 那这里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应用 一个是自带的浏览器 自带的浏览器其实是一个2D应用 目前的2D应用都是以 1920×1080的固定分辨率进行渲染 调整这里的倍率 并不会改变浏览器的渲染分辨率 而只是改变浏览器 在运行WebXR场景时渲染的分辨率 但目前自带浏览器的WebXR功能还有些问题 很多都用不了 另一个比较特殊的应用是 Special Home 也就是我们的主界面 首先 调整它之后要生效的话 需要重启设备 而其他应用只需要重启应用就行 不需要重启设备 Special Home有一个动态的应用渲染倍率A 在3K完整渲染下 应用渲染倍率A为乘1 渲染分辨率为2880×2664 在4K完整渲染下 应用渲染倍率A是乘1.33 渲染分辨率为3840×3552 这两个分辨率实际上都是跑步满屏幕的清晰度的 我们前面说过 渲染图像要是上屏图像的1.44倍 因此在3K完整渲染模式下 我个人会将其调到乘1.45得到4176×3862 这样就可以在Home里得到3K完整渲染模式下的最佳画质 而在4K完整渲染模式下 实际上也需要调到乘1.45得到5568×5150 但这样的性能开销就太大了 会导致卡顿掉针的厉害 所以并不推荐这么做 因此这里就会有一些取舍 3K完整渲染有90帧 但分辨率不足 而4K完整渲染会锁到72帧 4K注视点渲染有90帧 但是色散校正是不完美的 刚才说的都是完整渲染模式 那么4K注视点渲染是什么情况呢 事实上目前只有我们的主界面 Special Home做了注视点渲染的SDK适配 而对于没有适配注视点渲染SDK的应用 也就是目前除了Special Home的所有应用 都仍然是先渲染一张完整的 直线投影的 清晰的没有激变的渲染图像 只是在转换成上屏图像的时候 这张渲染图像会被拆开成 两张激变校正后的 云烟投影的上屏图像 一张是注视区域内的 小FOV清晰图片 另一张是注视区域外的 全局FOV的模糊图片 每张上屏图像的分辨率 都为1536×1421 但因为其直线投影的原始渲染图像 仍然为完整的FOV 所以此时单眼4K注视点渲染模式下的最佳倍率 仍然和单眼4K完整渲染保持一致 为×1.44倍 及最佳分辨率为5530×5115 而如果应用适配了注视点渲染SDK 例如我们的Special Home Special Home的渲染图像 原生就是两张直线投影的图像 一张注视点区域内的小FOV清晰图片A 一张全局FOV模糊图像B 这两张图像各自进行畸变校正 深层两张语眼投影的上屏图像进行上屏 每张上屏图像的分辨率都为1536×1421 在这两张原生的渲染图像中 全局FOV模糊图片B的FOV仍然为95度 因此最佳渲染倍率仍然为×1.44倍 即原始渲染图像B的分辨率需要为2122×2046 但注视点区域内的小FOV清晰图片A 因为其FOV变小了 因此这部分的最佳渲染倍率会发生改变 这里的计算会比较复杂 我们以注视点区域在中央时的情况举例 此时注视区域的FOV约为35度 计算得到最佳倍率为1.08倍 即原始渲染图像A的最佳分辨率 仅需要为1659×1535 从这里可以看到 注视点渲染的收益真的很高 对于没有适配注视点渲染SDK的应用 最佳渲染倍率为1.44 即渲染图像的像素量为5530×5115 约等于2800万像素 而如果应用适配了注视点渲染SDK 注视点内被率为1.08 注视点外被率为1.44 需要渲染的分辨率约为700万像素 也就是说 在4K完整渲染下 我们需要渲染2800万像素 才能未保屏幕的清晰度 而启用4K注视点渲染之后 我们只需要渲染700万像素 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清晰度效果 事实上我们在3K完整渲染和4K完整渲染下 Special Home默认的渲染分辨率和上屏分辨率保持一致 实际上是没有跑满的 需要再乘以1.44倍 而在4K注视点渲染下 因为这个收益太大了 我们默认Special Home的注视点内被率为乘1.1 注视点外被率乘1.3 此时的渲染分辨率就已经是跑满上屏分辨率的了 对于注视点区域内的画面 只需要乘1.1 就可以获得和4K完整渲染乘1.44一样的清晰度 而注视点外区域的FOV仍然为95度 因此理论上倍率仍然要乘以1.44 但因为提升注视点外清晰度的收益并不大 因此我们将它降低了一些到乘1.3 保留1.3倍可以改善外围视野的观感 因此可见 注视点渲染对于性能开销的节省是非常惊人的 不过目前只有我们自己的Special Home 适配了注视点渲染 如果后续有应用愿意适配我们的注视点渲染SDK 那么也可以获得非常高的收益 总结一下 对于玩出梦想MR这款设备来说 完整渲染时的最佳渲染倍率为乘1.44倍 即在单眼3K完整渲染时 因为上频分辨率为2880x2664 此时最佳渲染分辨率为4148x3837 而在单眼4K完整渲染时 因为上频分辨率为3840x3552 此时最佳渲染分辨率为5530x5115 超过这两个分辨率之后 再提升渲染分辨率就没有多大收益了 对于PCVR串流软件的渲染分辨率设置来说也大致如此 而在单眼4K注视点渲染下 上频分辨率为两张1536x1421的图像 目前只有主界面Special Home做了注视点渲染的SDK适配 可以直接生成两张渲染图像 其中注视点内最佳倍率是乘1.08倍 最佳渲染分辨率为1659x1535 注视点外最佳倍率是乘1.44倍 最佳渲染分辨率为212x2046 因此我们可以参考这些数据 并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王梦的渲染分辨率 那这期的分享就是这些了 我是洪威 是玩出梦想的一名产品经理 我们下期再见